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则消息立即引发外界的关注 因为印度是这次G20峰会的主办国 完全可以说是主人 而来参会的加拿大则是客人 主人训斥客人自然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更何况加拿大是西方阵营中的重要一员 且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据悉 莫迪当面向特鲁多指出 加拿大国内存在有极端分子进行反应活动的这种情况 已经对加拿大国内的印度社区 乃至印度本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莫迪还要求加拿大重视本国一系列与反应极端分子有关的犯罪问题 除此之外 莫迪还当面向特鲁多表示 印度和加拿大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合作 以应对相关威胁 这对于两国关系来说至关重要 看到莫迪的这些话 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外媒用训斥来形容莫迪与特鲁多的对话了 作为主人的印度这次可以说是给了加拿大一个下马位 而可能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身为客人的特鲁多显得有些唯唯诺诺 向莫迪表示加拿大永远反对这种行为 这些极端分子的行为不代表加拿大 莫迪向特鲁多表达不满的问题 主要关于加拿大国内希克教徒 其中一些人宣扬用暴力的手段达成目的 因此印度当局长期以来将其视为眼中钉 值得注意的是 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一个加拿大希克教领袖遇刺莫迪当面和特鲁多 说这件事情已经是明确表达了对加拿大方面的不满 然而第一时间表现得唯唯弄斗的特鲁多 却在回国后重拳出击 他近日声称加拿大情报部门确认 印度特工与加拿大希克教领袖遇刺一案 有着明确的联系 不仅如此 特鲁多还把受害者定义为加拿大公民 并声称任何其他国家政府在加拿大国内 参加杀害该国公民的行为 都是侵犯该国的主权 同时特鲁多还要求印度方面配合 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随后加拿大外交部门宣布 驱逐了印度驻加拿大的一名情报机构部门负责人 有意思的是加拿大方面还声称 已经就此事智慧了美国 英国 法国等盟国的领导人 加拿大的意思无疑是很明确的 就是指责印度并把事情抬到了主权的高度 然而对于加拿大的指控 印度方面却表现得强硬 莫迪政府表示 加拿大当局的指控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同时批评加拿大庇护极端分子 持续威胁了印度的国家安全 印方还言辞激烈的指责声 在加拿大谋杀和贩卖人口等有组织犯罪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并要求加拿大当局改变这种不作为的情况 另外啊 莫迪政府还不忘 勒令一名加拿大外交官 现其内扫地出门 以此作为对等回应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啊 印度和加拿大的梁子算是结大了 两国关系短期内可能难以重回正轨 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来在这次事件中啊 印度明显是更加强势的那一方 而按照印度官方的说法 那个遇刺的西克教领袖并非善类 此人持有非常激进的政治主张 印度政府指控其不止一次实施恐怖行动 并对其悬赏一百万卢比 从这个角度来看 印度政府在其遇刺的事件中 可能扮演什么角色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判断 印度和加拿大虽然都在这件事情上 做出了强硬的表态 但是却出于不同的角度 对于印度当局来说 对西克教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国内的局势问题 不可能向后退一步 而对于加拿大来说呢 更多的是一种恼羞成怒 一方面加拿大当局并非不知道 这伙人对印度的影响 这么多年来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主要还是出于西方对发展中国家 高高在上的一种心态 现在加拿大国内出了命案 自然坐不住了 另一方面 特鲁多被莫迪当面训斥了一阵 恐怕也咽不下这口气 然而现在的局势 对于加拿大来说并不好 印度如今的国际地位独特 是西方想拉拢的对象 多数西方国家都不愿意 把印度往中俄等国家那边推 因此对于这种问题 都在尽量的避开 加拿大炒作了这么久 都没有几个西方国家 愿意与其声讨印度 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莫迪政府抓住了这个机会 自然不会忍让 加拿大这一次 恐怕难以得偿所愿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也欢迎您长按点赞和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